肖恩奥玛丽UFC299未免之后,在男子P4P榜单中上升两名,来到第六位,排在他校阵的西班牙斗牛犬之后。 P4P榜单中,奥利维拉和沃尔卡诺夫斯基各自下降一位。 除量级,凯勒菲利普斯是这次官方排名的最大赢家,直接空降到第十二位,被他击败的佩德罗蒙获兹跌至第十五位。 彼得炎和宋亚东各自排名没有变化。 轻量级,加姆罗特战胜阿福后,上升一名到了轻量级第五位。 而一直等待康纳的迈克尔·钱德勒,因为许久没比赛的原因,排名跌出了前五。 钻石达斯·听普瓦利尔守住了第三位的排名,尽管圣丹尼斯战败,排名却上升了一位。 次中量级,迈克尔独业·佩奇在击败凯文霍兰德后首次来到第十三位,凯文霍兰德跌至第十四位。 捷克德拉·马达莱纳上升六位,升至第五位。 女子营量级,梅西巴伯在首次挤入P4P榜单第十五位,同时她在女子营量级排名中也上升两名至第四位。 塞尔米纳拉下降两位,排名第六。 其他量级变化不大,具体排名如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